林茲廟列被告連兒女都捲入 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說破口就是他們礦產的這一個部分 來請教你 對嘛 因為看完新聞就覺得說 怎麼地方人士的工作都跟我們不太一樣 有挖礦的 有搞水泥的 有搞瀝青的 有髮拍的 有標碼頭的 怎麼跟一般人 你剛後面全部都是台中的礦場 只有一個宜蘭 我跟你講 再挖下去應該還有副業 應該還有副業 所以怎麼 因為一般挖礦都會連接瀝青 他不會只挖 你挖完不然要幹嘛 你一定會瀝青 那瀝青就連什麼 連銀罩嘛 對不對 所以往下挖 往下挖 看應該會有新東西 可是狀況是這樣嘛 2018年的時候其實就有人檢舉嘛 林茲廟的家族 就是他的兒子是這個礦業公司的董事長 他女兒是這個礦業公司的董事 那大家就要去查說到底是真的假的 就沒想到說很好查 為什麼很好查 因為他們直接用林茲廟的帆布來做水土保值 很好查 很好查 我跟你講 你這樣看一張圖 你會覺得 搞不好是一張貼紙 沒有 那個比例尺是很大的 因為這是空拍圖 這是十幾公尺的這個帆布 就是我們一般選舉會看到大樓上面的帆布 然後這個礦業 因為被人家講說沒有水土保值 你最好旁邊要做一些護欄什麼之類 他說好 那我就用帆布 就拿林茲廟選鎮長的時候的帆布 來做水土保值 所以一下子一下就查 這跟林茲廟有關係 否則其實也不好處理嘛 我們說這個礦是他們家的 那土地上面又不會差是什麼礦業 結果沒想到一拍 鄭國威廟一拍就拍出來 好 不管怎樣 簡單講這件事情對林茲廟來說麻煩的點在哪裡呢 在於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 因為據了解這個案子已經布了兩三年之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去問的人 或是他壓的人都很有代表性 第一件事情先講他兒子跟女兒好了 他兒子跟女兒被傳喚的時候 當然如果跟這個礦業有關係的話 那這個案子就會開花 他不會只著動在於我們現在看到的土地的案子 會進入到礦業這東西 那至於礦業會有沒有什麼水土保值法什麼 不確定 總而言之壓了他兒子跟女兒 這件事情會開花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你看 宜蘭建設處代理處長吳曹琴 不是被收押境界嗎 這個人非常具有代表性 他在羅東正的政公所的時候就跟林茲廟 林茲廟選上縣展的時候 林茲廟把吳曹琴帶來這個縣府 而且吳曹琴連檢任官都不是喔 他只是建任 所以他沒有資格當處長 林茲廟特別讓他破格代理處長 然後呢當代理人當一年 一年後他下來換一個新的處長 那個處長久駕 又換吳曹琴再去代理 所以說他是林茲廟非常非常信任的人 所以呢現在警方把他壓下來嘛 壓兩個月就看 他跟林茲廟的互信夠 還是檢方壓人的技巧夠嘛 對不對 壓人取共 這兩個月就是要 突破新房 辦案技巧 辦案技巧 沒就突破新房 說服他也可以轉汙點證人啊 你可以去捅林茲廟啊 有話就說啊 坦白重關 抗拒重嚴等等 凡都是真辦的技巧 所以這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 另外一個他產的 檢方傳的林素梅對不對 林素梅是國大代表九十幾歲吧 那都很懷疑說幹嘛九十幾歲 你還去驚老人家 原則上不殺人放火九十幾歲 我們都裝沒看到啦 但是後來知道 原來在宜蘭地方 有事要找林茲廟的時候都要過林素梅啊 他是林茲廟堂姐 所以說這些事情 其實這三個人都有代表性嘛 兒子女兒 然後呢林素梅 然後呢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建設處的處長 這個吳曹旗 這些都有代表性 那有趣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浮出來的案子 是土徵稅逃稅跟晚會板斗 這兩個都是很爛的案子 我覺得這兩個案子是什麼呢 叫做陪綁的 確保這個案子不要空拋彈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壓了現場之後 如果打出來是空拋彈 會很難看 所以這兩個是 鐵證如山的啦 保證名單一定有的啦 我怎麼樣都起訴個 一兩個人啦 因為土徵稅逃稅 你說金額大嗎 也大啦 一千萬 可以逃個幾百萬 可是這絕對不是現場成績在幹的 你一個看到現場 還去幫人家逃漏稅 不是他在做的 大概是局處長等於在做 大家都心裡有個 板斗二十六萬的這個板斗 會場佈置 科長或是股長在處理的嘛 所以這兩個坦白講 這是陪綁用的 確保這個司法不會空拋彈 關鍵在於剛剛講嘛 羅東的土地變更 甚至是高鐵的土地變更 都有可能 原因很簡單 因為檢方在辦的時候 我因為A案子去搜查你家 可是我實際目標可能是B案子 它是不同概念的東西 就是B案子一直沒有進場 可是我A案子這個東西呢 我已經足以去搜索你家了 可是B案子是重罪對不對 我可以用過A案子 申請這個傳票 然後申請這個搜索令 去搜索你的所有資料 扣押你的資料 為了其目標是生農集 其實要的是B案子 所以這些東西 比如說羅東的土地變更 區段徵收差很多耶 你這區段徵收 你徵收完以後是農地 是住宅用地還是機關用地 那個價錢是10倍20倍在差的 然後呢 這個東西還不夠大 更大的是高鐵的區段徵收 高鐵現在到宜蘭 原本只是傳出來到四成對不對 那邊農地1萬變3萬 三番 現在確定在宜蘭縣政府對不對 那邊範圍內已經10番 就是10倍價 1萬變10萬 可是誇張的是 我問過你拿了30萬 人家也不賣 因為後面會漲到哪裡 不知道 他還覺得說我後世看漲啊 我幹嘛在這個時候很出手對不對 而且他最後是什麼 因為我在土地後 我重劃完之後我可以抽籤 我搞不好邊邊角就抽到正中心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多很多妹妹 幹嘛幹嘛 所以對於我認為啦 未來這一年 對林芝廟他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不管是檢方一次傳他出庭 就變成是新聞 或是他下面局數長被定罪 也是一個新聞 又或者是說後面有新的市政丟出來 也是一個新聞 所以林芝廟本來 我認為國民黨最強的三個候選人 侯友宜 盧秀燕跟林芝廟對不對 現在盧秀燕跟林芝廟已經被狙擊了 所以我覺得未來一年 林芝廟會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你看他今天喔 他不敢大聲喊冤喔 他被問到的時候 他在昨天有出來 因為我們很意外說 欸有行程他還是照樣跑 照樣跑 可是問題是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林芝廟昨天他是不敢 就是正常來說司法破壞 沒有嘛 他無保請回來 這樣做就太誇張了吧 也可以啊也可以 為什麼為什麼 當然要喊 我們以前看古裝劇 進到公堂一定先講大人願望啊 我不管人先喊冤枉嘛 又沒有 他今天隔了三秒說相信司法 所以他也知道 這個時間點其實很關鍵 而且後面一定還有連續劇 我來上節目之前我先打電話 我宜蘭的好朋友給他問說 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這個很很奇怪啊 怎麼會有這個縣長的兒子女兒 說喔 這林芝廟的兒子女兒 似乎都沒有一個正常的工作 全部就是在幫媽媽無情地 幫媽媽服務 幫媽媽弄政治的組織 弄政治的服務 不管他是在鎮長 或者是在縣議員的時候 或者是他是縣長的時候 但大家很意外啊 他的小孩其實大家看了 他應該都是三四十歲 三四十歲的這個青壯年 總是有要養家 要養家啊 那一個縣長的薪水才多少 14萬 14萬他的特資費多少 乘以28萬 怎麼足夠讓三個小孩去運用呢 一定不夠啊 所以過去他們小孩 有一個很大的事業 是礦業 人人有需要的啦 是 是 但是就是說 但是他的礦業經營做下來 他不是認真在做他的礦業的服務 而是在幫他媽媽在服務 為什麼 因為他的 他這個林芝廟在羅東鎮長的時候 去跑團的時候 是怎麼跑的 助理先去一次 他的團隊先去一次 他的女兒兒子再去一次 林芝廟本人會再去一次 所以任何一個攤 任何一個林理的活動 任何一個社區發展的活動 林芝廟會去三次 所以為什麼這個 大家都說 林芝廟做得多好 拜託 他的團隊所有的人都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剛才說的就是說 如果他的兒子女兒 真的是在做礦業服務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時間 在幫媽媽做政治服務 這是非常非常異常的 我沒有把哪些人推出 我沒有解決